迎着朝阳我们又来出摊了 每天出摊早上都要找一遍 有没有免费的停车位 今天就没有停车位 昨天也没有 没有停车位就只能停到停车场 一天的话 最高峰顶是20块钱 因为我们一般是从早上 一般6点出摊 如果发货的话到12点 如果不发货的话 可能要到下午两三点钟 都是有可能的 终于除了西红柿之外 还有点茄子了 不然每天都是西红柿专场 看我昨天买的水壶 今天已经用上了 这里面自己泡的柠檬水 这里面是咖啡提神的 因为平时没带水的话 买的水壶一天再花十块多钱 所以还不如自己买个大桶的壶 自己泡柠檬水 因为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开奶茶店 泡柠檬水很好喝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好卖 好吃 还可以补充微生素C哦 茄子已经卖了两单了 卖了两单了 今天西红柿卖的挺快的 不打瞌睡了 茄子没剩多少了 就剩一点点茄子了 来我帮你装 这个带他 这个带他 谢谢 茄子 还挺好吗 你怎么那么近点盘桃 盘桃也好好吃 盘桃也好吃 盘桃 大边里的那个 今天菜还挺好卖的 还就剩一点西红柿了 茄子也只剩一点了 我的咖啡都喝了快一半了 就跟我的菜一样 也快卖完了 现在是早上九点半 今天是星期日 流量比平时好像会多一点点 加上因为我们最近连续出摊 很多朋友们都认识我们了 知道我们天天在那边卖菜 然后就开始找我们来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菜比刚开始会更好卖一些 特别是西红柿 今天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买的 哎呀 这个 这有点酸 多加点糖 会甜一些 口感更好 等我们发货回来了 我们再收摊 先去发货 谢谢帮我帮你看 我先回去 来西红柿捡回家 来西红柿捡回家 哦 没办法 这个车子 我还以为它漏气了 过来检测一下 没想到一看不知道在哪搞成这个样子了 本来这个轮胎早就该换了 因为不知道在哪扎了好几个钉子 之前四个轮胎都被扎了钉子 然后一直忙着没换 有换了一个轮胎还有三个没换呢 反正早就该换了 换了还是安全一些 不要耽误时间了 不 时间来得及 时间来得及 没办法 只能换胎了 这个老板就是去年跟我们一起去山上捡铜菌的 虽然也没捡到多少 但是很好玩 这个原厂轮胎还挺耐用的 紧糊轮胎 防暴的紧糊轮胎 2018年的轮胎 到现在已经6年了 刚摘下来那个轮胎是磨损的最严重的 边上那个胎丝都磨出来了 挺危险的 开成这样的 这磨损的很严重了 这里面有铁丝 这个铁丝都磨出来了 我们这个小白基本上每天都在跑 真的是辛苦他了 没有这个老帮手 真的要效率慢很多 所以还是很感谢他 我对我的车还是很有感情的 就像老朋友一样 我感觉他的脾气性格也很好 跟我人差不多 还比较稳定 看这个垫虽然小 麻雀虽小五脏之群 对 我感觉我上次就是装滑滑脸之后 后那车子就有点抖 打个平衡 这样开的时候 方向盘就不会太抖动 现在换胎好快 现在再给它装上去就行了 特别快 今天这个太阳又好大 等会四个轮胎再检测一下气压 太压 之前自己不小心刮蹭了一下 然后上这个气 上成这个鬼样 太扯了 这就是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 这时候让老板帮我搞一下 其实我这个太阳 包镜头包了好几次的 镜头实在是 我感觉已经稳不住的 不得不累了 还是蛮危险的 多时时间 2.4 主要是平时真的是太忙了 也挤不出来时间 准备走了 准备走了 哎呦 最近特别闷热 你看我这个汗啊 身上都长肺子了 一热之后身上特别痒 只想抓 想要做好一件事 是要一直要抠细节的 我们的凶室的包装 现在是第五款了 第五款包装了 升级到这种了 这个应该相对来说 损耗应该是最小了 隔开的 两层 24个 这一箱的话 大概能装 净重四斤半到五斤的样子 还是更有保障一些 做好一件事情不容易啊 换了无数个包装了 明年我们再上的话 就用这种包装 估计还能发一周吧 一周之后就没了 连续卖了二十几天消失了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就这个盒子 泡沫隔电 加这个纸箱 一套 一个的话 是差不多七块多钱的成本 组合蔬菜 辣椒 苦瓜 还有西红柿 三斤半西红柿 一斤半辣椒 走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今天比较少 比多少 明天再发 收摊了 走了 回家了 汤子带回家 看我们之前 经常出摊的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不让摆摊了 现在已经送货回来了 老爸去菜地里面装监控了 之前的时候买了三个监控 所以每个菜地的话 计划都装一个监控 现在去菜地里面调试一下 装上了 先给取下了 取下来重新调试一下 找的一个树桩 这边以后打 之前买回来的时候 调试是成功了 现在装不上了 现在离线了 没电了 让它再上下太阳 明天再过来调试 这个太阳能板不能被遮挡 买了四个了 菜地两个 家里两个 装上了 装上了 调试好了 本来是想着等西红柿转色的时候 就要装上的 太忙了 一直没装 等到现在 西红柿都快没了 再装上 再过一两个月 都要开始种秋冬季的蔬菜了 今天把白菜的种子 还有萝卜苗的种子都买了一点 老爸搞了一根山树桩 它不能被遮挡 这个是无电无线的 里面自带的SIM卡 然后上面有个太阳能板 充值了才有流量 一年的话好像是一百多块吧 买了两年的 二百五十九 西红柿没多少了 现在都已经摘到这里了 下面这些都已经摘完了 不剩什么了 这边三分之一的粉色西红柿 全嘎了 老爸今天有点出草 可以洗两个瓶子 用冰棒接接树 还有瓶水 这个瓶子 哎呀这个太阳太猛烈了 有点缺水了 链巴的状态 看我这瓶子那死吧 我这瓶子社会就搞的 嗯 这是之前续的水 正好现在缺水的话 可以给地浇水 给地浇水 续的水现在就有用了 这个田本来以前就是水田种藕的 下面是淤泥 它能续住水 这个田地势高 续不住水 水的话还得挑水浇水 前天我们摘了好多呀 现在摘了差不多有八筐子 四百斤 不二十斤大你最可猛 啊 有二十斤大 有的 天天卖天天卖 连续卖了很久了 如果那个粉色的不死的话 产量更高 那个下面还有凉笼地 它也是粉色的也死掉了 明年我们再种几个水果类的西红柿 会更甜一些 那个单价高 但是它的种子也很贵 一粒种子都要几块钱 我去年问过咨询过 我觉得它太贵了 后来就没买 因为在我们本地应该是卖不出去的 今天有一些朋友们 他说推荐我种那个 如果打药的话 我们就种那个比较贵的 它会更甜一些的水果西红柿 到时候我们就单独放到网上去卖 本地是卖不好的 本地是有价无市 价价好 他说不弄的 雨还是没能够 之前一直下雨 好多菜都死了 本地没什么菜了 啊 第几箱啊 现在菜都好贵好贵 实在是没有 大市场一点菜都没有 菜一去就被抢了 监控能用了 监控能用了 监控好吧 看得到吧 听不听的 可以的正常工作的 昨天没电 才有电的 没电的 哦 没电之前 啊 安定了 他可以追踪 我给你带个警地 你听着哈 报警了 报警了 两个警口 对 两个警口 这下面一个 上面一个 这个下面那个是不定的 上面那个快动的 三百度时度快旋转 还有辉煌功能 拍照功能 都有